中央26号在德国开幕 俄国就用飞弹袭击乌克兰的基辅 这一波攻击导致了一死五伤 也是基辅数周以来首次遭到飞弹的攻击 美国总统拜登就痛批 根本就是野蛮行为 那这次的G7重点是在于 俄乌战争以及对于全球的冲击 在外电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就将领军G7领袖 对俄罗斯致出制裁 但是对于这整种的制裁 似乎对俄罗斯来说 根本就没有特别大的用处 也成效不大 一年前G7峰会在英国举办 主题是气候变迁 谁也没料到一年后 讨论的议题尽是战争 英国官员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计划联合G7领袖 对俄祭出嘴型制裁 禁止进口俄罗斯黄金 而俄罗斯身为全球第二大黄金供应国 会带来什么影响外界持续关注 西方制裁毫不手软 一度造成卢布大扁 原本以为能因此重挫 俄罗斯经济和国力 但没想到普丁减价卖油 如今成了大陆最大石油供应国 卢布强势回升 不只收复全部失土 汇率更创下七年新高 分析师认为普丁并不在乎经济成长 只在乎国家收益 欧美不买没关系 他大可另选买家 俄罗斯能源工与瑞减 德国只好撤销环保协议 重启燃煤发电厂 德国能源部长坦言 寒冬即将来临 这个决定不可或缺 而欧洲某些国家也开始出现 战争批发 对俄国态度简洁放软 西方抗额原物 但造成能源粮食危机 超越各国预期 近日立陶宛 限制俄罗斯与非地 加里宁格勒运输货物 欧盟官员担心情势恶化 表示正在筹备计划 缓和局势 记者蔡清晨报道 G7峰会的午餐 有一个小插曲 是英国首相强生 在餐桌旁边时 要坐下来就说 我们要脱外套吗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就建议说 等拍完照再脱 结果强生就讲 我们必须证明 我们比普丁更强悍 这个玩笑话 也是一直持续下去 再来是俄乌战争开打以来 俄罗斯和大陆越走越近 加上伊朗也传出 希望跟成为金砖一国 但其实这让三国鼎立 对于来说 是美国的一大威胁 我觉得是中国是在一个 俄乌战争下 使得本来有一些国家 越来越需要它 所以本来有一些 潜在的一些障碍被打开了 可是这个不能够理解成说 中国要跟俄罗斯伊朗结盟 这个对中国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认为中国大部分的人 都不这样想 中国还是需要欧洲 需要日本跟韩国 所以我觉得不会有人这样思考 说什么中俄要结盟 你如果认为中俄要结盟 那刚好中了美国的计 美国就希望你这样想 事实上我觉得逻辑上应该是 俄罗斯需要中国 那中国当然有一些个别的技术项目 需要俄罗斯 可是俄罗斯的市场还是不大 它虽然人口有盈利多 可是就是基本上 我觉得基本上要用这样来理解 才比较准确 就是说本来有一些障碍被打开了 比如说中极乌铁路可以盖了 黑龙江大桥可以通了 然后未来可能还有中国经过蒙古到俄罗斯的铁路 中国的农民可以到俄罗斯开农场 这些都是俄罗斯以前不愿意进行的项目 可是当这个被打通了 并不等于说中俄就结盟 不能这样讲 这个我觉得会失真 我认为中国跟日本的关系 虽然充满矛盾 可是它跟日本在经济跟科技上的合作 对中国更重要 所以我觉得这样看会比较准确一点 所以还有比如说韩国 你看那个尹錫悦 今天下午这个清华台就立刻发一个声明 怕了要命 说我没有要反中 我没有要反俄 你也看出韩国的南违 那我就来猜谈尹錫悦 你去北约干什么 我猜是不是 因为那边可以见到美国跟日本的代表 那开个小三边私下的会议 我不知道 因为尹錫悦这个去北约的行动真的难以理解 可是我觉得你可以看到 人家也是很敏感在处理这个关系 所以你也不能够当从尹錫悦说去了北约 你就说他一面倒去 没有啊 他很在乎他跟中国还有俄罗斯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国际关系恐怕要这样看 才会看得准一点 不然你一下就说因为他做了那个动作 所以他就靠那边了 恐怕不是这样 我觉得很多国家它的 或者对于这个国家利益的复杂计算 我觉得现在才刚刚开始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 左下方QR code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 谢谢大家